3月5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气金哲 对于香港人来说 最熟悉的金哲习俗莫过于打小人 打小人是香港传统欺负仪式的一种 一般是在人来人往的街道角落或天桥地 要驱散小人的人委托打手神婆 用鞋子或者其他硬物击打象征不吉利的人形纸张 并将代表灾心的纸老虎焚烧 从而达到远离是非 消灾解难的效果 香港打小人的地点最有名的药树铜锣湾儿景桥一带 5日中午 记者到达现场时 这里已香火缭绕 人声鼎沸 近十位神婆端坐在四周 每位神婆前都有市民排队围坐等候 手起斜落 噼噼啪啪的敲击声 神婆摇晃的铃铛声 滴滴滴的交通灯声和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 此起彼伏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香火味 现场协助派发白血淋浮的工作人员称 受疫情影响 今年人流较往年有所减少 在场人士都戴上口罩 手套甚至眼罩 做组保护措施 不少人表示 会在所求的愿望中加入与疫情相关的内容 都有七八年了 年年都打开就得意下了 这些是中国的传统习俗 我们随便拿个心理安乐的平安 求家习平安 小人远离 瘟疫都是属于小人之类 一流连不利 希望他早日离开 菩萨堡又将瘟疫带走 因为始终现在有肺炎疫情 有人说试过可以做好这些事 保护平安 试一下 疫情快点过 大家都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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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